亚里山大城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从开罗坐车大约三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阿里桑德。 它是以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里山大大地的名字来命名的。 亚里山大城是埃及的避暑深地,那里有个小型的飞机场,但多数人们是开车或者坐火车来到这个地方的。 目前从阿里桑德尔坐火车到埃及中部的城市需要10多至20多个小时。 据说中国政府正以埃及政府洽谈,准备建高铁连接阿里桑德尔和埃及其他的城市。 这是阿里桑德尔大城的市中心。 可以看到有人擦皮鞋 波罕默的阿里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创立者 他所领导的王朝是19世纪至20世纪 埃及和苏丹的统治王朝 我们首先来到了三大城的景点之一 庞贝斯柱 现在来到了亚里山大城市的庞贝斯柱 庞贝斯柱就是讲话的历史 大概是公元前的332年 是中国的战国时期 现在我们中国电视剧最出名的 叫做敏悦电视剧那个年代 希腊阿里山大大地 就是入称了埃及 阿里山大大地的他的老师 就是古希腊的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 叫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他教了他很多历史军事数学 各方面的知识 他就入称了埃及 然后呢就选了不同的埃及的不同的城市 因为这个阿里山大这个地方是靠近了地中海的河边 离他的家乡 Greece内希腊就比较近 他选了这个地方做了他的首都 总共时间霸占了 亚里斯多德大概有七年多的时间 他因为是高烧 32岁死了以后就没有立下遗族 他就那个帝国就划分了 划分了其中一个那个将领是托勒米做了皇帝 皇帝之后呢他就称为是埃及的法老 也就是总共延续了大概有十四代 OK 所以埃及的历史就是一开始是古法老的历史 法老年代 法老年代之后呢希腊的年代 所以在这里看到很多有些希腊的建筑 12年代之后在托勒米十四世的时候 那时候呢就被古罗马那人凯撒的侄子 叫做做了皇帝叫乌大为 打进来了 入侵过来就是罗马的年代 罗马的年代那时候呢就是说的基督教 已经带入了入来了埃及 维持了一段时间到了七世纪左右了 然后呢阿拉伯人又侵略了那个埃及 那时候阿拉伯年代 阿拉伯年代那时候伊斯兰教 那时候又来到了埃及之后呢 所以这个历史就比较长了 阿拉伯年代之后 又到了法国人的拿破仑 都又1798年又移成了埃及 带来了法国的文化 三年以后 埃及在阿里那个国王的大典下 把法国人赶出了埃及 之后又到达了 英国殖民地那个年代 所以说现在目前在埃及你可以说 阿拉伯语可以说英语和法语 就是说多国殖民这个国家 代臣的这个结果 OK 讲错了彭拜师祖 忘记讲了 彭拜师祖是怎么样彭什么一个人呢 就是说的 罗马时期那个时候凯撒 凯撒呢他就准备了 当时呢就是 跟他的一个政敌 这个彭拜 就是有一个为了权力认真 当时想杀死那个彭拜 彭拜呢据说呢 就是说他呢 就是趁船 从希腊那个地方 来到了亚里山丹 就像港口 地中海港口 就停在那个港口那个地方 他准备是想投靠埃及 当时托勒米啊 就是担心 那个凯撒的权力越来越大 然后呢他就派人 不单止不接见了彭拜 就派人把他杀了那个彭拜 然后头割下来了 把那个头就献给了凯撒 然后呢据说那个彭拜 那个头现在是 就是这个石柱的下面 然后凯撒就是当时呢 就是跟那个埃及是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好像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很友好 后面呢 托勒米斯二叔过世以后 他就传辟他的儿子托勒米斯三世 但是问题是托勒米斯三世 很年轻的甲来 他就没什么经验 跟他的姐姐 就是当时的埃及见后 就有少少的矛盾 然后呢 那个 那位业后他就托勒米斯三世 他想杀死这个姐姐 后面埃及见后 当时没办法 那也是个年轻的女孩 他就投靠了凯撒 就变成了凯撒的情人 凯撒的情人以后呢 他们生了一个小孩 可以说是非法的小孩 叫小凯撒 小凯撒的时候 当时埃及人就担心那个小凯撒 要成为他们以后的埃及的法老 所以呢 他们就想办法的 跟做一个办法的 就推翻了凯撒的政权 后面凯撒在空间期间 四十四十年 又给人家谋杀 直到吴大为掌权 他的侄子 吴大为掌权之后 又侵入了这个国家 然后呢 埃及就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 OK 知道妈妈妈 历史高兴了 我们先去旁边 旁边的石柱 谢谢 旁边的石柱 然后的周围就建了一个神庙 神庙倒塌之后 那个石柱仍然日立在这个地方 旁边石柱 石柱长是27米 是以枕刮花岗岩石雕刻成的 这是目前埃及最高的一个长的石柱 其他都是只有20米22米那么长 远处可以看到清真寺的塔顶 来到了石柱仙人面像 还有另外一个石柱仙人面像 现当的建筑 周围已经 墙柱已经倒塌了 变成了废墟 只是留住这个石柱在这里 我们以守门的部队人员合影 他们十分友好 之后我们离开庞贝斯住去其他景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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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的汽车喇叭声 很特别的汽车喇叭声 点参观 这个就是他们的大虾热狗了 这个是香蕉 这是一个是八埃及棒 那个香蕉刚才买的是十二块人民币 这是八人民币 很友好的埃及人 特别是对中国人 很多人会讲谢谢你好 声音来自右边的马车上 小贩在叫卖水果 你怎么办 在埃及多使用日本车,韩国车,很少辆的中国车 而且多数是二手车三手车 嗨,我们现在来到了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的蒙特扎宫 在后面蒙特扎宫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国王法卢克的宫殿 称之后叫夏宫 法卢克是埃及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 法卢克就相当于中国的末代皇帝福尼 那边是靠东,就是那个地中海的 地中海沿安县 地中海沿安县在往呢 在对面就是可以看到了希腊那边或者是意大利那边 它这个风格整个法卢克皇宫这个夏宫的风格呢 就是按照这意大利的建筑风格这样的埃及 OK,就这样走了,我们等一下再去看看了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1948年以色列成立了国家 当时的埃及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 一起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据说在战场上,埃及战士所使用的枪子 不是向前打,而是向后打 杀伤了一大批埃及战士 当时所有的矛盾指向当时的埃及国王法卢克 在这种情况下 纳瑟尔就领导了军队推翻了法卢克政权 而他本人就被称之为埃及的毛泽东 接着我们继续坐车去看亚里山大城的另外一个景点 OK,各位,这后面就是了 亚里山大富士坛阿里山大历堡 我们今天从开罗坐车大概三个角落 就来到阿里山大历堡这个城市 讲回这个城市,它是 除书馆的书大概是一年前三世纪左右 是托罗米王堂之后建成的 它传书大概有五十万卷很多都是孤本 就是孤独的,失去的就没有了 讲回托罗米王朝 托罗米王朝的时候 就是讲的是 古希腊的亚里山大大帝 阿里山大富雷 他就在公元前332年就称了埃及 然后呢,通过埃及这里 他就一直通过在打打 我们的叙利亚,伊拉克都一直打得清 印度内后,后面就巴士回朝 在病的时候 在当时的巴比伦县里 是大概是现在的伊拉克死的 伊拉克,因为他很年轻时候 他死的时候 他就没有人 然后王国就马上分开了 其中的一个将军是叫托罗米 托罗米他就拥有了埃及 因为埃及是比较姓法老的年代 很久以前 他又是自成为他是埃及的新的法老 这个托罗米王朝的意思是 你总共船船船船 到后面总共有十四大 OK 其中是托罗米二十件的 它是一件的重生板 它的太阳管是按照 因为是埃及人比较兴实的 太阳 叫太阳神 它是按照太阳的设计 这样来说 我说阳光 OK 然后后面也就雕塑像 他是艺术家的雕塑 现代艺术家的雕塑 那公牛 公牛呢 就是代表了帝中海 帝中海是很凶 波涛汹涌这样的 然后呢 帝中海拥抱他的子民 又拥抱了 23大这个城 就是这样的雕塑 看到吗 各位 今天是2015年的12月27号 我的名字叫万云 谢谢我来帮我这样做的词评 他的名字叫中万云 OK 那边是埃中海 埃中海的对面你可以就是 是希腊 然后呢 我记得是我们去年去的那个 欧洲游 去的那个摩纳哥 摩纳哥 或者法国的 贝兰海安线 他就去的 碰过这个地中海 他在北边那边 摩纳哥 法国 希腊 进步在南部 OK OK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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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亚利潘在奈布林 然后呢就是到托鲁米王朝20的时候 它就建成了一直到后面 到托鲁米第14世代的时候 后面呢就是那个罗马人 差不多要称到埃及 那时候呢就是安通尼 埃及年后的账户 第二个账户的第一年账户是海上 第二个账户安通尼跟他的乌大为 就为了振夺埃及 为了振夺埃及阿里萨大 有个很强烈的战争 然后呢这个 你把火一直烧了这个亚利潘大 然后到1980年代之后 才慢慢慢慢建成 一直到2002年才 我们这个新的图书馆 但是已经是 仿造以前的图书馆这样建成的 OK 有关埃及艾户的生平 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 由著名的伊丽莎白泰勒来主演 之后我们再继续坐车 去看看亚利桑大城的另外一个景点 前面就是卡塞贝城堡 我们现在一路走一路拍摄 简直可以闻到海水的咸味了 现在这里 海水的咸味 就是看起来就是阿拉伯式风格 三里两万多平方米 里面的房间变成了青春室和博物馆 有线 很多贝壳吗 还在这里看到 是不是珍珠啊 是不是珍珠啊 OK 很漂亮 看下这些单车 已经不是四手 还在这用 有线珍珠啊 据说是保护世人 可以平安地到达他的天堂 据说埃及间后在得知他的第二任丈夫安东尼 被乌大为打败后 他就决定自杀 所采用的方式就是用眼镜蛇 我们现在来到了亚里山大的那个灯塔遗址那个地方 灯塔遗址呢就是大约是中元前280年左右 那时候是托罗米王朝的二世 那时候呢一个秋天的晚上 然后呢他一艘黄家的 埃及城黄沙的那个游船 他带走了欧洲的新娘 从欧洲家外的新娘 又死进了亚里山南港这个地方 然后就触角沉没 然后呢就所有的人就撞上了大海 然后到时震惊了他的整个房子 然后当时的皇帝是当时的法老叫做托罗米二世 然后决定修建那个一个灯塔 那个灯塔就是给那个全英列人做导航 之后呢就是发生了那些地震啊大火了 那个灯塔就倒下来了 当时的灯塔大概是130多米这么高 那之后呢到了 然后大概了15世纪时左右 为了防止那个初耳其 阿斯曼帝国的入称 当时的皇帝用了灯塔那个遗址 那个石头建成了这个城堡 那个城堡是凯特贝城堡 当时的那个皇帝城叫卡吉贝 凯特贝城堡很好 这么长城堡 OK 直到现在这是灯塔 城堡的下面这个房间 已经变成了他的那个清真寺和他的博物馆 OK 你们讲那么多 OK 那边就是宇宙海 OK 看到了吧 OK 亚里山大可以说是古老的伊斯兰文化 他们站在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这个一个城市 或者这个文化体验 然后埃及的来历史最佳季节 是大概是秋天左右 是每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左右 然后那个天气的温度 大概是10多20度 但是白天跟晚上的温差比较高 我们现在是来的 今天是12月的27号 但是千万 我建议千万不要在夏天来 夏天是温度是大概是45度左右 假如你要去到了金字塔那里照下 你出了那个那个他的车 然后你一下了那个金字塔那个外面 你马上就找回去 根本不把它照掉 OK 我们明天就去那个地方金字塔那里 看一下怎么样 OK Thank you OK 在这上面 可以看到一个IG的国旗 红 白 黑 香间盒中间有个老鹰 它这个国旗给人家 看得有点像搬着国旗 我拔过一下红 搬着香间盒 OK 看到吗 有时间我建议你们大家再走一下 OK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